美国现在在社会经济问题方面 就遇上很大的挑战 有很高的通货膨胀率 然后比如说经济的发展方面 可能也未如之前的那么理想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 尤其是针对中国 不止中国 尤其针对中国的非常高的这些关税 把它至少逐步的把它下降 那么使到自由贸易能够更通畅的进行 那么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美国 从我们东南亚国家的多年来的经验所看 你贸易一做多了 那么两国之间的要冲突起来的 这种趋向这种可能性 就会大幅度的降低 所以我觉得假如是要进行这样的一个 美国必须先踏出这一步 把那些本来就不应该 就是说放假里的那些关税 能够把它慢慢的 至少降低最好是废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